哈囉大家好,我是Elen,我現在在Vegas 上一部的拉斯維加斯影片帶大家Hotel Hopping 介紹了拉斯維加斯各個飯店獨特的主題和一些免費的秀 這集影片會分享一些在拉斯維加斯的其他展覽和景點 充滿奇幻商品的超市Omega Mart 走進拉斯維加斯歷史故事的霓虹燈博物館 還有品嘗Gordon Remses新開的餐廳Remses Kitchen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Omega Mart也是網路上非常紅的一個打卡地點 然後裡面很有趣,有一點像是沈浸式的解謎體驗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看看 一定要買這個Omega Access會有拿到一個員工證 然後你可以去探索它的故事 一組人買一張就好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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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長得好creepy喔 這是P圖的吧 P圖的 P圖的 然後 Back to the Future 造型 好 很像蠟七朵 這個 各種怪怪東西 小熊蠟七朵 小熊蠟餅 小熊蠟餅 好噁心喔 小熊蠟餅 我喜歡這個 404 Cleaner 好可憐這樣 小熊蠟餅 又選一個 很棒 好棒 好棒 小熊蠟餅 我們先不吃 我們先去 做一個 比較好 這個 唉 你有挑戰 你這個可以摸嗎? 他救了!他救了! 我最愛這個 這就是我現在在Omega Mark的旅行 然後有這張卡 Omega Mark Access Card 我什麼都沒有啊 OK 他每一個休息區都有打造成不一樣風格耶 我覺得蠻Creative的 就讓你到每一區都有不一樣的感受 像這個就有點科技齒輪元素啊 時鐘元素 我剛剛發現一個洞 我好想去鑽 是一個小船艙的概念 我把他攪碎了是不是 我覺得Omega Mark還蠻適合來拍照 如果你要來的話 留多一點時間來 現在我覺得三個小時我覺得還不夠 大概要三四個小時 如果人更多的話就要拍更長 那我整體是蠻推薦來拍照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英語閱讀的話就不要來 還有很多個小密道你可以去判險 我覺得他是一個蠻Creative的小互動遊戲 所以大家可以來喔 我現在在NEO Museum 霓虹燈博物館 我覺得他是一個蠻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個小博物館 他放了很多Strip上或者是舊城區 像有一些飯店啊餐廳啊 他們不要的霓虹燈 他就把它收集起來 像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 沙哈拉Hotel的招牌 他是在1962年 Guy的Hotel 他已經沒有營業了 但是他就把那個招牌放在這邊 那邊還有一個Hara Cafe的 也是一個很經典的招牌 第一個Hara Cafe的霓虹燈招牌 這邊整個給我的感覺就是復古風 所以我覺得拍照應該也蠻好看的 可是可惜因為現在天還比較亮 所以燈沒有到非常明顯 然後晚上來的話我覺得應該會更漂亮 這個長長的招牌 是以前黑人是被禁止進去Hotel 吃飯跟賭博的耶 但是這一間飯店是第一間 可以歡迎All races的大家都可以進來 所以我覺得蠻具有歷史意義的 這是佛朗明哥的舊招牌 已經看不太出來以前是佛朗明哥 但是他就是這一朵花 這一朵花 我很喜歡這個女生耶 很明顯就是中式餐廳 舊招牌 它最有名的就是海盜船 海盜船上面有一個骷顱頭 這個就是他一開始的骷顱頭 他現在變倒下來的樣子 這邊有廚房開發室廚房可以看他們做菜 有沒有很像Kyoskitch Kyoskitch Kyoskitch Rency is looking at you 我蠻推薦這個Crab Cake 它都是紮紮實實 不是混其他脆肉的那種芥寶 好吃 就是啊 我不是一個點的時候我也不會特別去點螃蟹 但是這一道蟹寶真的讓我驚豔到耶 非常值得來點 它的蟹真的超大一塊 下一道是Risoto 一開始還以為是炒蛋 長得超像炒蛋 我是Risoto愛好者 所以我要趕快來吃吃看 我覺得它的Risoto非常的難 有一種牛奶香 它是加了Squatch 這種南瓜薯的植物 它整道Risoto都是那種瓜類的那種甜 我覺得還蠻特別蠻好吃的 我沒有試過這種Risoto 我之前吃的都是比較可能海鮮味的Risoto 飯也是軟硬度剛好 我覺得可以點來吃 但是這一道菜一定要share 因為到後面會有點蜜 它奶味實在是太腫 它是一吃進去化開的那種牛肉 外面是碎蘑菇還有酥米 所以它牛肉真的是入口味化 完全不覺得在吃牛肉 我自己蠻喜歡吃這個Squatch 它的Squatch也是扎實扎實 外皮也是脆脆的很好吃 那它的豬肉是有一點甜甜的那種豬肉 叉燒的感覺 但是它的肥瘦我覺得很Q 骨的原因就是跟我說 我其實就是它推薦 它蠻喜歡的 它的菇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有它 San 它是一層一層的 你的味道 口感都很令我驚嚴 因為我沒有吃過這種菇菇 你這樣挖一口冰淇淋在下面的蛋糕 整個泰菲糖的味道 就會在你的嘴巴裡面這樣散開 好好吃喔 我沒有吃過這種泰菲冰淇淋 它雖然說是叫冰淇淋 但它其實下面是蛋糕 但蛋糕非常的軟 然後直接讓你冰淇淋 這是個內心小雀躍 好吃耶 雖然說很甜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我的甜品 不會是它的招牌 一定要點 第二次吃Golden Red Sea的餐廳 我以前吃過一次它的牛排店 那時候牛排店我點了它的 我忘記點什麼 和牛 那個和牛我蠻驚艷的 我今天第二次吃它餐廳 我自己覺得蠻推薦那個Five Quartz Tasting 每一份做的比較小 都可以多嘗試它各種味道 那我自己最愛 Matake Mushrooms 然後翻譯成中文就是 舞菇 跳舞的舞菇 每一口咬下去就是 蓬鬆蓬鬆的感覺耶 我就覺得超好吃的 所有料理我最喜歡那個Mushrooms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它提了一袋這樣送過來 放在桌上 我以為說天啊 你要送我什麼甜點 還是什麼禮物嗎 結果是它那個Five Quartz的Menu 有紀念價值意義嗎 可能被我放在我家的櫥子上 一陣子 然後就會搜到櫃子裡面 蠻特別的回憶啦 它這邊有一個 Ramsys Kitchen的LOGO 以上就是我的 第二次吃它餐廳的心得 那我們現在要回飯店 或者是在附近玩一下 CRABS 去讀一下看我今天會贏還是輸 GO 超酷的 這次找到 可以是超酷的 我們來看看 大家玩機器的 骰子遊戲 來玩機器 可以可以 讓我們覺得很棒 嗚嗚嗚 超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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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lipuller 我最愛的Fan Toastay 我自備的Fan Toastay的杯子 它可以Reuse 然後可以折好像是10塊錢 混了一個Blue Blacksberry加Nango 酒味蠻濃的 蠻冰的 很消暑 超大一杯 我現在在Vegas機場 我要回舊金山了 那我這次Vegas的旅程就在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還有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集中的旅程 為甚麼 我決定是多麽的 我決定是多麽的 有些人在這裏 你快點 你快點